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尸体之下 鲜血早已流淌成一个浅浅的池子 地面上鲜血 浮尸 散落的各种杂物狼藉成一片 当那黑衣女子朝着相邻的一条街道奔去之时 几名持刀的牙医捕快根本不敢有丝毫阻拦 宁一举步想要偷偷跟上去 这才发现小缠正死死地抱住了她 其实两人也相差不过是一个头的高度 只是小缠此时卷着身子躲在她身侧 就显得有些矮 宁一望过去时 小缠也正皱着小脸望上来 她抱着宁一叫了好久 拉也拉不动 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与宁一目光碰在一起时 眼睛和嘴巴才陡然圆了 愣了一秒钟表情可爱 随即陡然低下头 宁一撇了撇嘴 随后才拍拍她的肩膀 走了 小缠连忙放开了手 宁一朝那条岔路走过去 小缠跟了几步清醒过来 摇了摇头 不对 姑爷 你要去哪儿啊 看热闹 不行 小缠陡然跳了起来 揪住了宁一的衣角 不用了 姑爷 那个女贼好厉害 姑爷 我们去吃东西 小姐还在等我们呢 没事的 我就远远地看 不要了 那个女贼都已经跑掉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她如果真的跑掉了 反正我也看不到啊 砰的一下 小缠从背后将宁一抱住了 两只手估得紧紧的 手上的五香豆 撒了宁一身 脑袋在宁一背后拼命摇 不行啊 姑爷 不许去啊 宁一站在那儿 一时间胡语问苍天 随后看看周围 小缠 你这样抱着我 成何体统 方才情况混乱 大家都在看大豆 宁一将她护在身边 倒是没多少人注意 这时候 听得宁一说话 小缠反应过来 身子一将 顿时如触电般地放了手 但随即 还是死死地 拉住了她的衣角 小脸红扑扑的 宁一笑了起来 伸手往小缠头上揉了揉 顿时将她的头发弄乱 一个包包头的头巾脱落了 半边头发散成了马尾变 小缠嘴巴一扁 宁一举步向前走去 没事的没事的 就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罢了 姑爷 别去了 此时接到那头 又有阑山短打的 五列军人赶来 小丫头拉着宁一的衣角 一步一驱地跟着 神色焦急想哭 围着包包头的头巾也掉了 伸手拿着绑不上去 模样煞是可爱 那黑衣女子 方才打得浑身是血 若是一路奔行 肯定会引起恐慌 不过稍稍有些混乱的情景 仅仅维持了接下来的一条街 当宁一与小缠过去另一条街道时 行人惊慌的情景已经没有了 显然那女贼要么是进入了周围的店铺宅地 要么是很快地找了个变装的方式 不过经过某个茶滩时 才听得有人也在议论方才朱雀大街那边的打斗 听说那女刺客在飞燕阁行刺武猎军的宋谢宋都尉 虽然没有成功 但可是杀了十几人才走的 血流成河呀 方才在朱雀大街那边打了一场 现在又不见了 这等高来高去的利林强人 哪是他们能留得住的 武猎军魏树江宁一带 口碑算不上好 那都都宋谢到底是何许人也 普通人自然不清楚 只不过当官的有好几个人 市井间说起来自然是大快人心的感觉 不过真要说高来高去就完全留不住 那也不可能 附近的人流当中 偶尔看见那些阑珊短打的身影 这应该是武猎军最精锐的一批人了 数量不可能多 但依旧在寻找那女刺客的踪迹 宁毅偶尔观察一下他们寻找的路线 随意地跟着 小禅这时候已经放下心来 跟在宁毅身旁偶尔小跑几步 一边弄他那散掉的包包头 一边板着脸毒气 服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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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飞燕阁的刺杀 朱雀大街的打斗 只是这个夜晚发生的小小插曲 波兰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掀起 也只在一定层次的人群中传播 即便武猎军再有来头 也不好在正月十五这样的日子 封城或封路找人 在这个新闻 基本依靠口耳相传的年代 绝大部分的人 依然在继续着他们的活动与庆祝 与吴一巷大概隔了一条街左右的旧宇楼 是江宁首富 葡家所经营的规模最大的酒楼之一 高五层 占地面积广大 虽说是酒楼 但是在这里 你想要的娱乐几乎没有找不到的 葡家自从往苏江门地发展之后 一部分的产业也融入了高雅书香的氛围 这栋楼是经营的最好的一处 整栋酒楼成四方的口字结构 中央的天井宽大 因此并没有照明方面的问题 其间假山亭时 奇目花卉 物质虽小 却极是精美 若有需要 这些东西还可以移开 搭建出一个临时的舞台 酒楼外侧也有围墙围起来的一片房屋 以及绿化的草木 从上方望下去 令人赏心悦目 酒楼之上各种充盈着 书香气息的文字书画 名贵的屏风 用作摆设的瓷器 漆气等等等等 图家在这栋楼上花了大价钱 而为这栋楼打出来的名气 也不负所望 有钱 有家事 也觉得自由 有文采的人 常以过来这边 宴请一次宾客为荣 类似知府大人之类的高官 若是于府外宴客 也常常会选择过来这里 但自然 有钱才是硬道理 两袖清风的文人 便只是受人邀请时过来 这栋楼已经算得上是 金钱与风雅的最好结合了 今天图家便在这里 宴请了诸多才子 毕竟此时天气尚未回暖 河面上风大 六船连访是不太好弄了 这次的聚会 其实也类似于 另一个蒲园诗会 以蒲家的蒲羊义为首 按照蒲园诗会的规格 邀请了许多人过来 不过这次倒没什么人带家俊 慧略情怀四宴的 启兰大家作陪 这两三年来 明记以来也算得上是 蒲家的招牌了 宴会气氛 比之中秋的蒲园诗会 要随意一些 但大家依然诗性颇浓 除了之前就与蒲家 有关系的几名才子 以及薛进之流 今天还有一位 今天还有一位名气颇大的人过来 这人在江宁年轻一代 常与严谨稳重的曹冠齐名 但性情洒脱 诗作也常常天马行空 被人称为有唐诗遗风 他便是中秋时参与 历川诗会的才子李平 李平这人的名气 比之蒲家能请到的几人要大 但当然都是年轻人 差距什么的也很难衡量 旁人说起蒲家 顶多因为铜臭气息多扣几分 看起来就比纸水师会 历川师会 那些才子要低了几个档次 这次他会来这里赴宴 众人其实都很奇怪 但其实能请到他 主要并不是归功于蒲家的财力 而是因为这次 年前曾在玉山书院 听了宁义几个故事 苏崇华与他便认识了 但谁也想不到 苏崇华的面子 竟会大到这种程度 平日里宴请一番不算什么 但上元佳节这样的日子 能将李平请来 蒲家顿时觉得面上有光了 其余的那些才子 原本觉得李平过来 可能抢了自己的风头 但好在李平这人为人低调 今日也是随手作诗 虽然也是好诗词 但并不会盖了大家的光芒 他说孝芊也是进退有理 不多时便让人觉得自己也成了对方的朋友 而不是对手 鱼有容焉一般 启兰这人有着专业的交际手段 自然也不会亲近李平一人 相对于其他旁人 反倒对这才子有些疏远 长袖善悟间也能很好地控制住局势 场面热烈 和乐融融 历川诗会以及其他一些聚会中 透出的诗作 依然会源源不断地汇集过来 供大家品评 这边的众人诗性也浓 虽然诗作急不上丽川 但得以凭偶尔调侃那些丽川才子几句 旁人也就觉得那边的才子倒也不算什么了 宴会愁光交错 偶尔行酒令 品诗词 启兰姑娘弹琴歌舞异曲 时间快到亥时三刻时 蒲扬义过去与李平说话 同时与苏崇华过来的薛尽说笑几句 不一会儿弹起了去年中秋那首《水调歌头》 随后问起宁义的事情来 蒲扬义说得随意 但其实他早就想起宁义过来这诗会上 增增声色 苏崇华笑着说起宁义在苏家的一些事情 又谈起年前宋茂的考教与夸奖 其实对于宁义 他以前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但现在心中警惕起来了 最主要的还是怕对方抢了他这个玉山书院山长的名头 毕竟他经营这么多年没有起色的书院 宁义一来就教了批好学生出来 这对于他来说根本与打脸无异 又看见苏太公对宁义器重 心中自然担心 不过表面上自是做出谈论小辈 予有荣焉的态度 假的吧 我可不信 薛甲跟苏甲一向不睦 薛甲此时也不再掩饰太多 我年前可是听说那水调歌头 是他听一道是引出来的 他气为己用而已 薛甲 你又拿此事来说 薛甲话音刚落 另一个声音自旁边传来 这却是乌家人 江陵布杭三家 薛甲与苏家一向不爽 但作为航手的乌家 与这两家关系都不错 来人是乌家的二少爷乌启蒙 与苏坦二薛静都认识 过年苏坦二拜访乌家时 宁义与他也有过一面之缘 这时候笑着 倒是这说法 说出来可能没有多少人会信的 旁边蒲阳一笑道 我也是不信的 不过对这力衡老弟 我倒真是心目已久啊 苏山长下次可得与我引荐一番 随后话题自宁义这名字上一开 众人又说笑了一阵 启兰表演了一曲歌舞 乌启蒙在窗户外面 看了一阵之后 却是笑着转了回来 苏阳兄 说来真是巧了 你我方才所说之人 此时似正在楼下盘缓 苏山长 李兄 薛兄 我上次与力衡只有一面之交 也未能确定 你们起来看看 他这话语 其实周围小半个厅堂都能听见 顿时便有人感兴趣聚过来 哦 乌兄如此感兴趣 说的到底是何人啊 内衡 此人莫非是 这议论不多时 便传遍了整个二楼聚会大厅 内侧的窗户边 乌启豪以几人站在那儿 看了几夜 伸手直去 诸位看看 似乎便是那人 他旁边的丫头 不就是谭二妹子身边的丫鬟小禅吗 楼下天井的假山附近 宁毅与小禅 正在有些无聊的闲逛着 一片花灯之中 打量着四周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38章 作者愤怒的香蕉 有多痛 我无思想 忘了你 不如将魂随风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